今天的精选 话题来看看美国 美国掀起了抗议浪潮 但是部分的示威活动 却演变成了暴力的骚乱 而英国 德国跟加拿大 也出现了有群众上街示威 声援反对警察暴力执法 而美国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骚动 这是因为之前有一个非洲一级的男子 遭到白人警方压紧致死 这引爆了全美国连日的一个抗争跟暴动 现在延烧到的情况是有24个州 来看看在美国抗争暴动的情况 真的是连续了好几天的时间 24个州40个城市进行销镇 从进行了宵禁 从28号开始出现了不少抗争暴动 还有杂窗 还有打劫跟纵火的情况 所以我们的外交部 也针对了美国的中西部各州 发布了旅游警示亮红灯了 包括了明尼苏打州 还有伊利诺州 以及这个密西根州 另外还有维斯康星州 还有恶亥俄州等等 而且呢 我们的外交部提醒 到美国旅游 尤其是侨民 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 如果没有必要的话 不要前往当地 而且要尽速的离开当地 一旦有问题的话 我们的国人可以联系 什么样的单位呢 我住芝加哥办事处 还有另外一个单位 是外交部紧急联络中心 那么在美国当地的状况 这次引爆冲突的地方 至少有30个城市 因此在中国跟香港 就引爆了一些争论了 有一些亲中的人士 大家叫他们叫做蓝丝 好 这些蓝丝就嘲讽了 说美国政府呢 根本比香港的政府 还要来得更凶狠 更可怕 更表示说 这个是美国应该 受到的报应 好 先看看 什么叫做蓝丝呢 蓝丝呢 意思就是香港方间 像是建制派啦 还有这个特区政府 中国跟他们的支持者的简称 就叫做蓝丝 所谓就是比较亲中的一些人士 那么对于这样的 这个言论跟行为呢 香港的民主派人士 他叫做范国威 他就提出了 怎么会一样呢 根本不一样啊 香港跟美国 这其实存在了四大差异 他觉得香港跟美国 是差很多的 他说整个在美国 这次的示威运动 跟香港的示威 是完全不一样的 香港的示威活动是 没有一个警察被指控哦 美国的示威 是警察被控谋杀的 而另外在记者 被逮捕的部分呢 美国的示威的状况 是州长公开道歉 而香港是高层包庇默许 另外爆发骚乱的状况呢 美国的示威 主要是调查死因 这个是主要的任务 但是香港的状况 是政府根本无视民意 而另外两个部分的 这个地方的损毁的情况 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看 在这件事件上面 中国到底如何 见缝插针的 像是央视主播就说了 这是美国政客的报应 而外交部的发言人 华春莹 更是酸度爆表 他直呼美方 这一波的外交战 简直让他不能呼吸 而眼看美国 现在种族议题持续延烧 美国有资讯站的专家就发现了 说现在五毛很忙 中国的网军已经在社交平台上面 大量的使用一些 光复美国的一个字串了 主要使用这个字串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等一下告诉你 我们先看看这些美国字串 里面写的是光复美国 另外还有Stand with USA 就是代表着站在美国这一边 而且里面有一些 这个网友的言论是点出 没有暴徒 只有暴政 意思是这一次是美国的暴政所导致的 好 这个专家就说了 这些语言 这些文字 主要是要干嘛呢 主要就是要分化台湾 而且分化香港 以及分化的是美国的社会 好 那么在现在在中国方面呢 中国快速通过了港版的国安法之后 我们来看看 这个法律条文到底前后有什么落差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当中 原本是有一份初稿的 那么初稿呢 原本是要维护这个宪政体制 而且要维护这个基本法的确定 跟宪政的秩序 完善的这个大会呢 对基本法的一个解释制度 都要非常的完备 那么从国家层面来说 要建立健全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跟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这个是在原本的一个法源基础上面的 但是在正式的报告当中 我们看看这里头加了香港两个字 等于是对香港的特别的凸显 而且还特别强调要加快推动相关的立法 那么中国眼看他们这么样的阿拔 各国都有警惕了 也出现了反中浪潮 现在英国有一些动作 尤其英国的周日快报就指出了 英国的内阁现在都已经在讨论了 他们接下来要大力的来支持台湾了 因为中国呢 在因中承诺香港自治威胁台湾 因此在这个英国内部的内阁 他们正在加强讨论这一步 要扩大的支持到台湾 这些内阁成员认为说 这个因中双边的承诺已经被破坏掉了 还有香港的自治也被侵蚀掉了 所以威胁台湾这个是必然的 可能会用武力的方式来威胁台湾 所以英国方面呢 可能会在五年之内承认台湾主权 扩大对台湾的支持力道 那么报道也指出 英国有非常多挺台湾的方式 可以选择的 包括了这几项 好 第一个是赋予台湾祝英代表 完整的一个外交地位 另外还会运用英国的外交实力 抵抗中国来保护台湾 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 协助台湾在国际组织上面 有一个发言的机会 而且在前见的部分呢 是提供前见的一个零件 那么回过头来 我们看看中国这次的行为呢 在港版的国安法方面 当然首当其中的还是香港 香港立法会连个审查的资格都没有 但是中国的国务院 竟然有主任态度非常强硬 说中国呢已经忍香港很久了